好,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安装pymongole这么一个python的模块 这个模块其实我提前装过了,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怎么来装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面呢,我这有pycham 我做好的,区域环境都做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很简单,我们 进到这个区域环境的目录 这个需要 管理员 进到这个屋 进到这个屋 这就是这个 微软这个有错就是这个bug 这个 好,站进去了啊 这个时候呢 papa install py mongole 好,这个我以前装过 所以说呢自然就没有什么问题 下面这个时候我们来测一下 打打他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能够做 好,首先呢我们依然导一下 from py mongole import 新 好,紧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Client 等于 mongole Client mongole mongole db db 然后 给上用户名 给上密码 at mongole db qy.qy.qy.com 这次应该是我提前做过映射 章口呢是 27017 27017 然后连接的数据库呢是qy.com mongole mongole qy.qy.admin 冒号 cs0123 at mongole db.qy.com 27017 qy.com 好,然后呢 db 等于 Client qy.com 好,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开始我们曾经写过的 这个db seqie 这个表 OK OK 这个表很明显没问题啊,开始我们在创建数据库的时候就 写进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表示我们这个pymongo安装没有问题,导入没问题,然后连接没有问题 然后当然还有认证也没有问题,然后提取这个数据库,然后呢 读取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表,然后呢这个数据也是我们刚才 写进去的 表示这个pymongo这个模块,我们安装没问题,测试也OK 好,那这个部分咱们讲完,我们继续讲下面的这个第四部分 连接和写入数据库 连接和写入数据库 好,好,好 好,好 好 好 好